因你的爱我 太心痛了 我不再有生死 因你爱我 确认我活不难 为家人以及网上的家人们平安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62章第一节第二节 我因其安必不静默 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 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 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 列国必见你的公义 列王必见你的荣耀 你必得新名的称呼 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 好 这个是我62岁的那一天 生日那一天主说 我把诗篇 以赛亚书62章 给你做生日礼物 马上啪啪啪62章 几段圣经就啪在我的里面 那我觉得神就是要 神现在这个62章 以赛亚书62章 你知道这里讲 他说喜安 喜安就是神的居所 就是我们 神的就是预表到我们 我因喜安必不静默 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 直到他的公义如光灰发出 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 就是说我的救恩要做在 所有属我的百姓身上 以及在你们的当中 直到我的荣耀 我的公义都可以在你们身上 那么明显地彰显出 我的美丽来 然后直到列国的君王 都会看见这个荣耀 你们必得一个新名的称呼 就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 那接着第三节到第五节 就是讲到 这个他所取的 这个名称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得新名的称呼 是什么呢 是我所喜悦的 接着第三节到第五节 我们再念一下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 要作为华冠 在你神的掌上 必作为免留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 你的地 也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就要称为 我所喜悦的 你的地 也必称为有夫之妇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 也必归他 少年人 怎样娶处女 你的种民 也要照样娶你 新郎怎样喜悦心腹 你的神 也要照样喜悦你 好 谢谢 有一天 有一天 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 有一天 我就 我就跟神说 神啊 我知道你很爱我 但是你爱全世界的人 我要知道 你到底喜不喜悦我 你如果很喜悦我 那时候我刚好 做了一件错事 所以我说 神啊 你喜不喜悦我 你喜悦我的话 你就告诉我三次 让我 我现在要读圣经 你让我三次都读到 你喜悦我 结果我就读 刚好那一天的进度 就这一张圣经 三次 他跟我说 你必得 一个新的名字 这个名字叫做 耶和华所喜悦的 我所喜悦的 所以我自己 为什么在祷告中 还有我自己 常常会这样 神所喜悦的秀琴 我就需要常常 跟自己讲 我是神所喜悦的秀琴 也许你说 对啊 你是牧师啊 但千全你做牧师 你当然是神所喜悦的 不是 不在乎你 你做什么工作 你什么头衔 不是 你是不是神所喜悦的 是在乎你的启示 是在乎神在你里面 对你说的话 已经刻在你的里面了 是在乎你平常 常常心里思想 神跟你说的话 神做的事情 你知道 我后来 我经过很多事情 我常常会默想 神啊 你怎么会做这样的工作 做在我身上呢 神啊 你怎么在乎我 你在乎我每一个受伤害的经历 你在乎我每一个被人家欺负的经历 你好在乎 然后你都要来主动 积极地来医治我 这个是叫我很感动的 这个是叫 甚至我自己受了伤害 我都不知道 但是神自己积极主动地 在一个场合 就忽然间地临到 然后来做这一件医治的工作 所以这样的爱 我会在早上醒来的时候 说 爸爸你真好 你怎么这么爱我 你怎么这么爱我 这样一次一次一次地 这样子的那个 怎么讲 神的这个 对我的情感 对我独特的爱 你不要说他对 只有对我 他对你也是独特的爱 他对你也是独特的爱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充满了爱 然后他这样来对我们说的话 就会深刻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常常 后来我服侍了很多的领袖 我发现几乎大多数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认识自己是谁 不知道自己的identity 特别是华人 因为华人 还有是特别我来到美国 所遇见的华人 当然不见得 其他的地方也是 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的华人也是 各个地方亚洲来的 我们都有根 那个根都给我们带出一个 就是因为华人的父母 都是要你读书读书读书 考试考试考试 要好学校 好学校 对不对 所以我们永远都觉得不够好 不够好 不够好 那这种的不够好呢 常常会造成 我们在认识神的事情上的一个拦阻 还有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最近有一位姊妹 她就说 她过去知道神是爱她的 就是对她一个无条件的爱 神对她的爱是无条件 但她一直 很长的年日 神一直跟她讲 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心思意念要转换 然后呢 她就一直到 这个 一直到最近 最近 她就发现 好像神就这样 一直地开启她 一直地开启她 就是 她的心思意念 因着她成长的背景 她很怕犯错 所以呢 她的工作呢 她的职权范围的工作 她常常很考虑地 很周到地 要去预防很多问题的发生 就希望不要有不好的事发生 所以她的这个 这个很周虑地 周详地去预防 这些问题的发生呢 这种的过程呢 使她在处理事情上 常常会有担心 害怕 很多的压力 那神就跟她讲 说 你到底在处理这些事情上 你是在惧怕里面 还是在信心里面 神跟她讲说 你预防 有一些不好的事会发生 你会考虑周详的预防是好的 但是你是在惧怕里面的预防 惧怕的心态里面 在防范 那这个 有一些事是没有办法掌握 没有办法预测的 你却在这个惧怕里面 在防范是不对 她说你要在信心的根基上 来仰望神跟倚靠神 那你不是期待 就说没有事情发生就好了 你不要只是期待 没有事情发生就好 你要期待有惊人的恩宠 因着我与你同行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她就一直宣告 恩宠的门要打开 恩宠的门要打开 那她说其实 我有跟他们讲过 我有跟弟兄姊妹 跟同工都讲过 从去年的八月 我们有了内在生活饗宴 那天内在生活饗宴的 礼拜天中午结束的时候 下午神就跟我说了 说因着你们的顺服 愿意举行这个内在生活饗宴 你们已经又进入恩宠的循环 因为我过去生病了七八年 在我生病之前 2011年之前 我们整个教会 不管在做什么事 每一件事都在神的恩宠 几乎是恩宠在追着我 追着我们教会 但是我生病了这七八年 我们就没有再举行 这个内在生活的特会 都没有再举行了 结果这一次 神说 因着你们的顺服 你们又进入恩宠的循环 那我这一个同工 他虽然听是听了 听是听了 但是有时候我们听听听 就一直听在头脑里 直到神跟他讲 说你不要只是都在防范 不要有不好的事发生 不要有什么事发生 你哪要在信心里面 一直期待着 要有恩宠领导 在你所办的每件事上 在你所做的每件事上 神啊恩宠的 恩宠要 惊人的恩宠要领导 那这一位同工呢 他就开始宣告 他说从那一天 神跟他讲 他就开始一直的宣告 说恩宠的门要打开 恩宠的门会打开 他说恩宠的门会打开 他就这样宣告 说谢谢你 恩宠的门会打开 我感谢你 我们已经进入恩宠的循环 结果你知道吗 他说 哇 这个我从头脑 我从头脑真的感觉到 非常的复杂的 非常的 非常复杂的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神呢 我就不敢再用头脑 用力的去想方法 要去解决 我就只是放手 相信神 期待神去做 这样 结果呢 事情就变得好清神 好顺利 因为神使他变得很简单 然后而且加速度 所以他真的发现 哇 每件事神都在掌权 他都在施行 他的拯救 他的恩宠在领导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呢 这一位 这一位同工呢 他说 他经过这样一件事 一件事 一件事 这样下来以后 那记不记得 Henry Henry牧师那一天 来训练带导者 礼拜六早上 最后 他就 他就讲了一句 他说什么 他说 一个无法抵挡的恩宠 现在正临到你们教会 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听到 好 你要说主 我相信 从今天起 恩宠的门 真的在我的头上 已经大大的打开了 你要宣告 宣告出来 让你的每个细胞都听进去 那这一位同工呢 他说 有一天早上 他醒来的时候 他里面极大的喜乐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 谢谢阿爸父 你这么爱我 我真的是恩宠的孩子 我是你恩宠的 你宝贵的孩子 他就发现有一个厚厚的塑胶壳 厚厚的塑胶壳 就啪啪啪啪 就整个打开了 然后里面就走出一个人 那个人是他的真我 他说这个塑胶壳其实是什么 他说他是先看到 有一个人好胖 然后都是肥油 还有呢 这个是肥油 还有是一个那个坠肉 就身上很多的坠肉跟肥油 那这么胖的一个人呢 忽然他的坠肉跟肥油 像个硬壳 塑胶的硬壳 就啪啪啪 就这样打开来 然后就走出一个真我 这个真我 是一个身材很好的 体型很好的 然后呢 很清晨 就是他的真我 然后神就开启他 神说你的那一些 那一些 最肉肥油 就是你成长过程 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 你的师长 所带给你的好跟坏的 错误的价值观 也就是这个世界 也就是这个世界 引以为好的价值观 或者是一个坏的 错误的 这些都会产生 一个你的假我 那不是神造的 是人带给你的 那脱落了你出来的时候 那个才是你真我 那个才是你真我 而你的真我呢 就是 是我所宠爱 所宝贵的孩子 这样 那 然后呢 他说 哇 神就开启他 说包括 他这个 这个从小的 这个错误的价值观 所堆积起来的 这个硬壳 这个坠肉肥油 这些呢 造成了 使他 这个 成为神的孩子 信主以后 还一直在影响他 这个他信主以后呢 包括他想要 追求 渴慕神的同在 想要听到神的声音 渴慕要追求 让自己更像耶稣 他都说 他说 其实也掺杂着 这些错误的价值观 在里面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 因为 父母所带给我们的 是世界的 也就是一个 分别善恶数的 思维模式 就是 你一定要用功 你一定要考上好学校 你一定要有好工作 你一定要读到什么 什么学历 否则你会让人家 瞧不起的 否则你在地上 是很难成家立业的 你会很辛苦的 你会处处被人家贬损的 你什么 就是这一些 使我们活在一个 增进季度比较 然后呢 我需要非常地用力 然后我不要被人踏在脚下 我需要力增上游 我需要有外面的这些成就 成为我的肯定 这些都成为你外面的应可 使我怎么告诉你 借着讲台告诉你 怎么样临到你 你就是头脑知道 他说其实这些事 多年来其实讲台都一直在教 但是他只是头脑知道 没有到里面明白过来 那其实这些年呢 一年一年也有一点一滴的明白 一点一滴的醒悟 一点一滴的医治 但是神现在他迫不及待 因为他要来迎娶心腹 他不是来迎娶一堆的怨妇 一堆的苦毒妇人 他不是来迎娶一堆的小孩 他要迎娶一个成熟健康美丽的心腹 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耶稣来 要报告神悦纳我们的喜念 那这个他悦纳我们 这个悦纳我们的喜念 就是他要把我们回到 物归原主 他才是我们的归宿 我们的受造 我们还经过他付了代价 生命的代价把我买出来 我整个人是属于他的 他是我的归宿 所以如果你在婚姻上有一些 好像我婚姻的失败 就是我这一辈子的悲哀 悲惨不 神仍然 仍然喜悦你 神仍然要做心事在你的身上 过去的失败 错误 都可以成为你的冠冕 你的荣耀 可以成为你 这个叫什么 咸鱼翻身 你过去越咸 现在越翻得越大 你可以成为过去的 很悲哀的经历 很悲惨的经历 可以成为更多人的安慰 是不是 所以神允许我们经历一些 不容易的 很被欺压 很悲哀悲惨的经历 告诉你 你咸鱼要翻身了 这是神要叫 被掳的得释放的时候 你不是因着这些悲哀的事情 被仇敌掳去 你乃是开始要成为拯救者 你知道吗 就好像撒玛丽亚妇人 你看 她的经历 是不是可以让她一生都很羞愧 她有五个丈夫 现在的丈夫又不是她的丈夫 是不是很羞愧 你到底有没有丈夫吗 你到底有没有结婚吗 我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的也不是我的丈夫 那你到底结过几次分 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回答 是不是 是不是很羞愧 但是呢 耶稣是特地的 来找她 特地的去坐在井边 特地一对一的 来跟她传福音 但是她诚实 她要 她听了 她要这位神 然后 她被耶稣指出她的问题 她并没有说 我没有那么坏了 其实是因为什么啦 她都没有 她就 就发现说 哇 那我到底该怎么敬拜神啊 她就是这样 所以 她后来 转身 她就成为 宣教士 是不是 一个有五个丈夫 现在又不是自己的丈夫 一下转身成为五 成为 成为什么 成为宣教士 她对 她的宣教士讲了一句话 你们来看啊 你们看啊 这个人把我的 把我的所有的隐秘事都讲出来了 那他们就问 什么事啊 什么事 她说你什么 她说我有五个丈夫啊 现在的丈夫也不是我的丈夫啊 她马上得医治耶 马上得荣耀耶 马上不羞愧耶 不羞耻了耶 这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见证会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把她过去的多么可怕的见证都会讲出来 对不对 因为被耶稣洗净了 洗得那么干净 被她完全地接纳 被她完全地爱到了 拥抱了 她接受耶稣对她爱的气息 喜悦的眼光 喜悦她 怜悯她的心 而且 全然地接纳 没有一点情感她 她整个就变成 过去的事都成为过去了 一切都是新的了 所以 她在跟人家讲见证的时候 一点都不带着羞愧 对不对 她说我什么什么什么 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 是不是 这叫做重生 亲爱的家人你重生了吗 我们有一些人回答 有一些人在想 你说我个人重生了 但我还不认识神那个无条件的爱 还有她的每句话都算数 她说了 真的就是这样在看我 她说了 她说了 她真的就是这样 她只在乎 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我 就是这样 所以 现在神在做一个很深的 医治的工作 释放的工作 还有恢复 恢复你的原创 那我里面 我一个最深的负担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identity 因为我发现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的identity 你活得太辛苦 一直在被仇敌 欺压 受压制 还有呢 你的眼睛 也是瞎的 因为你看不见 耶稣对你的笑脸 耶稣是说 我打开我自己 我为你没有保留一滴血 每滴血都为你 我就是要使你接近 使你尊贵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再活在过去的羞耻感 因为羞耻感 因为羞耻感会使你一直在防范 惧怕 没有办法产生信任 你没有安全感 你完全不知道你的尊贵的地位 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神现在正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而且很深的一个工作 这些日子有很多人都感受到 说 怎么我过去已经觉得得意志的一个心灵 或者情感的一个伤害或一个什么 怎么现在又回来了 不是现在又回来了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在你内心深处的 思想深处的 潜意识的心思意念 下意识 潜意识 还有你情感的深处 还有你在母腹里面的 你小时候的任何的一些遭遇 那时候都不记得了 但其实那在我们里面是最深的伤害 成为我们的mindset 我们的思想模式 而神现在一致从外表 一致一致一到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所以亲爱家的 当神揭发你里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 我怎么现在比以前 怎么比两个月 半年前更糟了 不是 是神开刀越挖越深 一致一致 他觉得你现在外面更健康了 可以再医治到更深的 所以你每一样 你就是要感谢赞美 感谢赞美 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29 30节 娶心腹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 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 就胜喜乐 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他必兴旺 我必衰违 好 谢谢 有一位姊妹 她说她因为爸爸这一边 都很有赚钱的头脑 然后也很会赚钱 但是他们爸爸这一边的 都是拜偶像 妈妈这一边的亲家族 都是很朴实的工人 没有什么钱 没有很多钱 但是这一边 很多都是信耶稣的 所以爸爸就常常瞧不起 妈妈这一边的亲人 那他跟他妈妈是信耶稣 那爸爸就很瞧不起他们 然后就会说 基督徒都不会赚钱 所以他高三那一年 爸爸要跟妈妈离婚 那他跟他妈妈就只好搬出来了 那他搬出来以后 他本来是很苦毒的 但是他跟他妈妈都被神光照 都开始觉得爸爸很可怜 就开始一直为爸爸的灵魂祷告 一直求主要 一直拯救他们 那这个女孩子呢 她说 她就觉得说 爸爸都瞧不起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都不会赚钱 所以我一定要赚很多钱 然后我才能够带爸爸 才能够让爸爸跟爸爸的家族看得起 然后他们才会信耶稣 所以他就24岁就开始创业 自己做生意 然后他也很认真的读经祷告 那他觉得 只要我很认真的读经祷告 那神一定会帮助我 让我的生意可以好好的赚很多钱 这样子呢 我就能够带领我的爸爸这一边 能够信主 那结果呢 他就发现 他从24岁开始 所做的每一笔生意 没有一笔赚钱 都是亏钱 那有一次呢 他就更小心了 他说 神啊 如果这个投资不是你喜欢的 那你就要告诉我 所以他每一步也都在仰望神 跟随神 如果不是你就拦住 我愿意放下我的一切的计划 这样 那然后当他每一次想要放弃的时候 这个工作呢 又有一些进展了 所以到最后 到后来 他就觉得 现在总算开始可以盈利 开始可以收利润的时候了 就在这个时候 偏偏这个负责人呢 出事了 出了问题了 所以他所有的投资又都白费了 而且还有 积下好多的祸 没办法处理 那他就很生气 他之后有好几年 很深神的气 他觉得说 神啊 我不是跟你祷告了吗 那你一定知道结局会这样啊 那我跟你讲啊 不是你的旨意你就告诉我 我愿意放下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为什么你 你 你 这个会让我 临到这样的事 所以他有好几年 都是跟神吵架的 直问神 然后也没有答案 一直到半年前 就是我们去年八月以后 后来他开始 就是我们有在网络上服侍 就内在生活饗宴以后服侍的一些人 那他呢 他就 他开始参与 这个跟我们一起操练内在生活 他才开始更多的等候神 那他更多等候神的时候 这节经文才开始向他开启 这里讲到说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那他就觉得说 他以前他会觉得说 神啊 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赚钱 那这样才会荣耀你 那结果呢 他就是 开始更多操练等候神以后 有一天他就问神 神啊 我到底错在哪里吗 为什么会有这一些遭遇 神就跟他讲 说不是的 不是你兴旺的 我才能兴旺 而是你要衰微 我才能兴旺 所以 你要我兴旺 你就要更加的衰微 这样 哇 他才明白了 他才明白 他明白说 如果 我因为赚了很多钱 以至于我爸爸的 这个家族 姓主 那我岂不是很骄傲吗 对不对 我就会觉得 对啊 你看 就是老子会赚钱啊 所以他们现在不能再瞧不起我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也愿意来寻求我的神啊 对不对 好 其实这不是神的国 神的国 是以羔羊为中心 神的国 就是讲到 讲到什么 这一位羔羊 看啊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念的 他 要来举心腹 所以神的国 就是在讲到 有一位 王 他像羔羊一样的柔和谦卑 他要来举心腹 那心腹是什么 心腹就是 母羔羊啊 不是母老虎啊 是不是 所以羔羊不是来娶母老虎 是娶母心腹 母羔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必须衰微 因为这位羔羊神的王 这个王是怎么样 在菲利比书第二章 他讲什么 他是可以 他是跟神同等的 但他不强调他跟神同等 他怎么样呢 自己卑微 纯心顺服 以至于是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愿意取了肉身 你知道 单单道成了肉身 都是不得了的大事 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 却被一个肉身 局限在里面 你知道吗 这是不得了的大事 然后呢 自己卑微 他自己愿意 愿意什么 愿意取一身的蓝图 就是被藐视 被厌弃 多受痛苦 长经忧患 被人藐视到 好像眼面不看他 这是他知道自己 在地上要扮演的角色 是这样 但是他甘心地选择 这样的角色来到地上 所以说 为什么说 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 他的卑微使我们高贵 他的低下使我们被高举 这就是他 所以他的爱 他的柔和谦卑 可以感动我们所有的人 他要来地上 他说 他借着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要使我们 磨碩成为他高扬的形象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已经很熟了 大家可以打出来 我不念了 你们自己看 所以他说 只要你真的爱他 他要每一件你所发生的事 都为你效力 怎么样为你效力呢 就是要使你磨成 神儿子的形象 什么形象 就是高扬 就是卑微 就是纯心顺服 然后呢 他说 然后呢 他说 他要使我们得荣耀 叫我们得荣耀 就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的荣耀 这就是他末世他要做的 万事 亲爱的家人 你怎么把这句话读进去 我几十年前 这句话就深刻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不敢发生什么事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就说 主 是你故意使这件事发生的 主 那你借这件事 是要我学什么功课 你这件事 是要把我磨磨磨磨什么 你是要我得着什么荣耀 然后我就为这件事 一直感谢赞美神 我发现 这个是最有果效 这是最有果效 让你不会进入苦毒 而是进入荣耀 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大家 这是你末世会经常遇到 万事 每一件 每一件 你的老公为什么会勾不通 你的儿子为什么会这么难缠 那么勾不通 都是神爱你 神特地给你的荣耀 所以亲爱的家人 这个叫做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如果我们愿意让神兴旺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真的愿意像羔羊一样的衰微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他就做一切 所以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 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 这里就是讲什么呢 我们这一阵子来 已经那个心腹的觉醒 从我讲心腹的觉醒 我们整个教会 几乎大多数的人 那个心腹的火都开始烧起来了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祷告 全都不一样了 那真的是一个心腹的灵的苏醒 心腹对神的爱火的回应的祷告 但是很重要的呢 就是在告诉我们大家 整个宇宙就是有一位新郎要来娶心腹 所以我们在末世最重要 就是这个预备自己成为一个羔羊的心腹 不但成为羔羊的心腹 还有呢 我们要做羔羊的朋友 新郎的朋友 他说新郎的朋友 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 就剩喜乐 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你知道施洗约翰是 耶稣的什么 表哥 表哥或者堂哥 我们不知道 就他的亲戚 而且比他年长一点 那但是呢 他认出他自己的角色 他也认出耶稣是谁 他知道耶稣虽然是他的表弟 但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只是他的开路先锋 我的职责就是一直让人注意他 介绍他 跟随他 就是这样 而以至于人跟随他的角色 可以成为他的心腹 所以施洗约翰 他就说 我是他的朋友 是个新郎的朋友 我就听他的声音 我的喜乐就满足了 所以亲爱的家人 你知道吗 你不只成为心腹 你接着一个心腹 就是你常在内室 明白认识新郎 被新郎的爱 独特的爱 无条件的爱 所吸引 所浸透 被他那个完全的接纳怜悯 这样的爱 所融化 知道我的尊贵 我不是 我不是不好的 我不是惹人厌的 我不是 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我不是一个糟糕的人 我是神 在他极深的热情里面 所创造的 在他极深的爱里面 创造我 把他的生命 吹到我的里面 要我继续的 来成为他爱的对象 我是羔羊的心腹 然后呢 除了我是羔羊的心腹 我也要做羔羊的朋友 羔羊的心腹是什么 是跟他一同坐在天上 开始有他的眼光 在看一切的事 以至于我们的反应会不一样 然后呢 这个新郎的朋友是什么 他是站着 他是随时 一直在听新郎的声音 他的满足跟快乐 是从 跟新郎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声音 每一个计划 他都好喜乐 我听见新郎的声音 我就喜乐了 我就满足了 然后呢 我听了 我去做 我去做 所以他是站着的 是随时准备服事 准备行动 所以这些日子 亲爱的心腹 羔羊的心腹们 我们要起来 做新郎的朋友 新郎的朋友 就是留意听他 听他 从他得着满足 而不是从人的肯定 从你做事情的 performance 你做事情做得多好 多完全来得着称赞 你活着都不是为了 从人得着称赞 肯定 得着爱 得着被爱 被奖赏 被提升 这个都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 我们所有被羔羊救赎 活来回来的 就是什么 就是来 享受他 注视他 被他爱 然后呢 听他 听他的声音以后 哇 只要他讲一句话 我们里面就很深地开启 他讲一句话 我们就极大的滋润满足 然后你要继续地 反复地思想他的话 他心怎样思量 他的为人就是怎样 所以你要常常 思想神对你说的爱的恩言 这是我自己经过好多年的 思想还有宣告 说出 在我祷告中 一直说出 主 你怎么看我 你怎么想我 你怎么样的爱我 欣赏我 我是你手中的杰作 我常常这样讲 常常这样讲 然后到一个地步 我里面真的很有安全感 我不管人家怎么批评论断 讲一些很那样的批评论断的话 我都还是很有安全感 你知道吗 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所以亲爱的家人 你一定要在这些日子 知道你是谁 你要开始不一样 你要开始不一样 吸收神对你的爱 还有神说 我必须照你们 达到我口中的话 带你们 所以我口中 要常常的感恩 感谢 谢谢他 就像大卫一样 对不起 大卫在诗篇十八篇里面 他说 你看他在诗篇里面 他诗篇十八篇 他第一句话 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 我爱你 那他会有 耶和华成为他的力量呢 是怎么样呢 他知道 他是神所喜悦的 他说 我虽然遭遇了 这个人家的攻击 我有劲敌 但是我遭遇大水 但是你都从大水中把我拉上来 你救我脱离劲敌 我遭遇灾难 人家来攻击我 但你却是我的依靠 你就把我带到宽阔的地方 你会这样的救把我 因为你喜悦我 虽然我有很多的软弱 但是你喜悦我 你喜悦我 所以大卫 他知道 所遭遇的这一切 是神对他的喜悦 要训练他 要训练他 磨练他 有一个王的宽广的心 王的宽广的爱 宽广的度量 一个神柔和谦卑的心 他都知道 所以他说 因他喜悦我 今天的家人 你知不知道神那么喜悦你 所以有一些事情 你看看 我刚刚讲的那个姊妹 那么多年 神可以让他 每个事业都失败 每件工作都不成功 每笔生意都失败 为什么 直到他醒悟 你是没办法荣耀我的 因为你一努力 就是奴性在用力 是不是 你一努力 就是你的奴性做头 你的奴性在你的头脑发作 身体在用力 是不是 所以我自己也是被神光照过来的 我越努力的 要去解决某件事 越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就只 每一次 我就是醒悟过来 原来这件事 其实在乎的是我 神要做的是我 然后我就在神的面前 为这件事感谢神 为这个问题感谢神 为这个人感谢神 然后一直求神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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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然后就忽然间 某一天 神就忽然间 做一个大翻转 所以亲爱的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办法做成什么事 我必须要衰微 所以我的责任只是衰微 就是柔和谦卑 有羔羊的柔和谦卑 然后有羔羊的爱 恩慈怜悯 有她的爱的眼光 恩慈怜悯 神就做了 我真的听见好多妈妈 跟孩子勾不通 她气得不得了 后来呢 醒过来 然后开始说 孩子 我会 我从今起 我对不起 我常常发脾气 对不起 我从今起 我会用神的眼光来看你 我过去 常常在自己的老我的眼光里面看你 所以会常常发脾气 常常贬损你 我从今起 我要用神的爱的眼光来看你 你是神赐给我最好的宝贝 最棒的宝贝 妈妈亏欠了你 爸爸亏欠了你 这样以后 孩子 就不一样了 隔天也不一样 这隔天也不一样 了解吗 所以这是神的国 羔羊在地上 能够 能够 使全地 都在 被他翻转 的一个 一个 关键点 就是羔羊 纯心 卑微 自己卑微 纯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在末世 他要重演这件事 他说他来到地上 他说我要向你们报告 神悦纳你们的喜年 喜年 所以亲爱家人 您了解吗 从今天开始 每一件你家中发生的事 工作场合发生的事 服事合场发生的事 你都向神感恩赞美 感谢赞美 在一个柔和谦卑的心里面 知道神 你在掌权 你会做极美好的事 我感谢你 我感谢赞美你 还有平常就更多的感恩 感恩 感恩 这个会让我的身份 我的identity 越来越让我整个人 吸收进来 真的活出来 我心是这样思量 我活出来 就会活出一个 一个被神深深喜悦的 心腹的identi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